刚刚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简单的码表 简单的码表像这个样子 然后按下开始呢就会数 然后按下停止就结束 那可能有些同学比较 时间感比较好的 会注意到 待会把这个调得很快的时候 会觉得他的时间不是很对 因为你知道如果调到 比如说千分之一秒就跳一次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他到底一秒是不是刚好跳到一千 如果你仔细量很仔细量的话 发现可能不是 可能两秒才跳一千 OK 那这个原因是 各位知道我们用这种驱动方式 这种驱动方式 在这里 我们用这种驱动方式 Tick的方式 它是说我每个固定的时间 那个固定的时间呢 写在这里 每个一百毫秒我就跳一次 那如果把这个 把它写到很小 变只有1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发现说 哇 这个东西要跳 跳 就是他会跳我们几乎很难看清楚的程度 那到底这样子 显然我要跳这么久才有一秒吗 应该不是 跳到一千绝对不止一秒 可能已经有十秒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是 我的程式执行要时间嘛 我的程式执行要时间 它画一整个视窗 要重新显示这些数字 其实是很花时间的 那我程式执行又需要这么多时间 它当然就不可能说 刚好就是千分之一秒 就做完这件事情 它会再多花一些时间 那所以如果你真正要很准时 你不能只靠这个interval来设 只靠interval设 是在很大段的时间 比如说一秒钟我跳一次 那OK 那0.1秒可能还OK 那你到了0.001秒的时候 就不OK了 那所以不能只靠这个 而且只靠这个的话 你把它设得很小 你会造成你的CPU会锁死 因为都花时间在更新你的画面上面 所以CPU会锁死 那这会非常耗CPU时间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那样做 我可能就设100就可以了 那但是我设到100的时候呢 我怎么精确的知道说 从我开始到现在 过了几秒 那这个还是必须要靠 我去读取那个系统的时钟 我读取系统的时钟 我才知道说 现在跟下一个时点 我到底经过了多久 那么先来学 怎么读取系统的时钟 在C Sharp的函式库里面 有一个叫DateTime的物件 这DateTime的物件呢 可能是在 我忘记是在 这有哪一个函式库 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 那DateTime的物件 这一个里面 可能是System里面就有DateTime了 我再猜 System 这个函式库就有DateTime 那 这个我们先概括说一个Time这个变数 等于DateTime.now DateTime.now就是说 我取得现在的系统时间 那取得时间之后呢 我用一个函数叫Stream.Format Stream.Format跟C元的 的那个Sprintf 功能差不多 但是所接受的参数格式不一样 那如果各位有用Sprintf 就是说它可以把 你某些参数 印出来变成一个字串 那这个也是Stream.Format 就是把这些参数呢 格式化之后变成一个字串 变成Stream然后传回去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进行 比较精确的格式化 因为我希望我显示出来的时钟呢 像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做比较精确的格式化 那我现在就把我们刚刚的这个程式呢 我重做一个好了 因为这一个就留着吧 我先把它存起来 好 储存 储存 全部储存 好 那我这个就叫做 叫做 叫做 TimerCounter 好 我把这个存下 好 那我存好了 我就把这个专案给关了 好 关闭方案 好 那我重做一个 电子钟 重做一个电子钟 好 我新增专案 一样 我选Windows Phone 按确定 好 这时候呢 我一样 照刚刚的方式 我先拉出一个Timer OK 那拉出这个Timer 我上面 我不是码表 所以不太需要再按钮 好 它只要会跳就行了 好 那 那在这里Timer 我一样 因为只有一个Timer 我就不要一二了 那这里Interval呢 我还是设100就可以了 那100的话 其实它是比较耗CPU一点点 如果我设1000的话 那就比较不耗CPU 但是1000的话呢 你会发现 可能 它的跳动 也是一秒一秒的 可是 可是那个秒和秒之间 你偶尔会看到一点点落差 好 那如果是100的话 OK 它每10分之一秒就跳一次 那如果两个时间是一样的 那 最多只是你看不出它有跳而已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Tick 也写起来 好 Tick写起来 OK 我还得放一个东西 我没放 没放Label 如果没有放Label 我就没办法显示时间 我放一个Label 好 这样子 放上去之后 我改一下它的名字 好 Label 叫LabelTime 就是时间 那 这边呢 一开始 一开始就 我就把它当成格式好了 好 00000 那 再来 Fund 稍微调整一下 看你想要多大 好 我就调24的标凯体 好 这样子 那 这个 既然是 只用到上半部 我就弄小一点 不用太大 OK OK 好 那这样子我大致上调好了 我就可以来设 好 DateTime 这是 代表日期和时间 都是用同一个物件 等一 点Now Now 就是取得现在时间 请注意它是一个属性 不是一个函数 那 C-sharp的属性 有时候它本身就具有函数的功能 因为它 它属性上面还可以写 put get 和 get 和什么 put 之类的 那种 就是可以写可以读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Time 点 这里你会看到Time 点下去它有 有东西哦 我们可以取日期 日期 这个是表示取得月份的天数 那这个是取得日期 这是取得一周的天数 一年的天数 OK 那我们要的不是那个 我们要的是几点 hour 那几分 minute 几秒 second 所以我只要取这三个就好了 所以我就取hour over 好 2点 mini 再2点 second OK 好 那这样子 我把它变成个字串 那我把这字串塞给谁呢 就塞给刚刚那个 label 点 label time 塞到它的文字里面 好 这样子我大致上就好了 我就把它执行一下 好 有鉴置错误 我们看一下 我打错字了 minute 他还在错词 我看一下 OK 原来它有一个MIN的函数 坚置一下 好 没错了 好 那这样子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它会怎么样 哇 不动 各位想清楚为什么它不动吗 因为enable没条 那刚刚我们都是在这边直接设enable 设这个timer的enable 当然你可以这样设啦 那另外一个办法 即使你是要在启动的时候就设enable 也不一定要那样设设计 一个可能是我在form的road设计 那另外一个是我在initialize component之后设计也可以 所以我就在这里我写timer的enable 等于true 那它一开始就会计时 就会作用 1n打错 这样子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你会发现它一开始 第一个画面 如果你有仔细看 你会发现它跳了一个怪怪的数字 然后呢 接下来就OK 开始正常的小时钟 那各位可能 我们让它一直执行到下一个 下一分钟 那因为我要让各位看到各位数的情况 我们如果希望它都保持两位数 两位数 两位数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要用格式化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它只有一位数的情况 然后会说来说去的 那就没有关系 就直接这样子自串相加连接就好 有没有看到 这只剩一位数了 它没有补零 它没有补零 那这是看起来也OK 所以不补零 我觉得也OK 那所以不补零的版本就这样 那如果我希望补零怎么做呢 顺便学一个新的东西 那如果希望补零的时候 我就要用string.format 那这个string.format呢 它有一些格式 像我如果写这样 它这个意思是说 第0的参数呢 放在这个位置 它的格式是0000 也就是说 157塞进去之后只有三位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写四个0 所以它会在前面补一个0 也就是补到四位为止 那如果你超过四位呢 它也是会显示超过四位的 那所以你这个0就要写足够 那所以我们就用string.format 来做一下这件事情 我0 然后呢 00 00就是我显示两个位数 1 第一个参数 00 接下来呢 200 好 这是我想要的 那time.hour time.mini time.second 好 如果我们这样做 好 这样做即使它是个位数的时候 它应该也会显示 是前面有0 OK 我们等到到59之后再看 好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补0了 OK 那所以这个自算的格式化 请用string.format 那其实C-sharp它的格式化是蛮强的啦 那但是呢 熟悉吸引员的人会觉得 干嘛重新发明一套 为什么不用C-sharp那套就好了 那 我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 但是 它可能觉得这 它的东西更强一点 但是 其实 用C-sharp那套我觉得也很好 那 不过既然在这里你就要接受它 因为没有人帮你写一套像C-sharp一模一样的函数 所以 所以 你还是要接受它的使用方法 那 这个string.format 你上网查 你会查到一大堆 那 像这个就很详细了 要 要显示成什么格式 但是这个说明没有范例 其实比较不好看 那 你可以找一下 打string.format 就可以找到一堆这样的文章 那 最标准的官方文章是msdn 那 但是msdn的范例 我觉得 有时候不如网络的好 所以 你可以 真的 网络的你觉得不够好 你就来查msdn 你可以 那 OK 就请各位试试看 做 小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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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小时钟 好 解释试看 哦 哦对吼 还没关